这张照片应是纯青王最喜欢的一张工作照 1886年5月 他奉慈禧太后之命寻月北洋海房 他让当时的摄影师梁石泰一路随行摄影 期间 当摄影师将这张照片冲洗后 纯青王尤为喜欢 照片中 三人街头戴行服官 内穿行服袍 外套行服挂 脚灯造断靴 一身五质装扮 身份与地位最高的纯青王坐在中间 会扮李鸿章坐在右边 帮办善请坐在左边 纯青王既与左宗堂一起合过影 又与李鸿章一起拍过照 这也使他成为唯一一位 与晚清四大名城中两位合过影的亲王